正确度过八戒的一天 第一幕 来一次 这八戒要给咱们唱戏啊 哦 这刚睡醒 勤劳朴实的八戒 从睡梦中醒来 开始了降妖除魔的一天 他 给了四个选项 哦 我明白了 这游戏是让咱们猜 下一部八戒要干啥是吧 聪明啊 老铁 必须的 假 下厨做饭 疑 打点行李 饼 睡回龙觉 丁 痛奏杀僧 嗯 这八戒给咱们的印象就是 好吃懒惰 所以我觉得 他在降妖出魔之前 肯定不是吃就是睡 刚刚也看到了 他刚睡醒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 下厨做饭 吃饱再干 有道理 下一幕 选错了 我去 这不对啊 难不成还是 真睡回龙觉 又睡回去了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呀 行吧 我算是玩明白了 这游戏就没按套出牌 所以接下来 咱们得激进点了 来吧 看这第二幕是啥 再 再次睡醒的八戒 变起了舒展身体的瑜伽 他 这个姿势肯定是 刚睡醒 伸个懒腰啊 没错 这次轻轻松松搞定 浪哥你这也不行啊 这次也是意外啊 对 一位 是一位 我是想点上面这个来着 我去 真对了 自小淘地 像猪 好像本来就是猪 它飞奔了出去 哦 到第三幕了 哦 原来前方 有一位貌若天仙的 女施主 八戒向来不是什么 好色之徒 想必 是向女施主 讨问斋饭 她走上前 哎 这旁白一看就不专业啊 这八戒当年 就挑戏嫦娥 才被别下烦的 这肯定是 询问微信啊 选错了 居 竟然不对 哦 浪哥 是你想询问吧 还说是八戒小 你可别装了 要我说了 就是这个 直接一脚踢走 哎呀哈 还真对了 我踹了上去 你在干什么呀 八戒 你个小猪宅子 啊 原来这是只妖怪 八戒掏出九指钉盘 猛气坨清水鼻涕 做事就要打 他 哎 这我真知道了 八戒最喜欢喊的就是啥 大师兄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大师兄 啥师弟被妖怪抓走了 所以说啊 肯定是求救 大师兄 救我 我再喊 救命 快看 不愧是大师兄 大声腾云而来仗义相处 后举重达一万三千五百斤的救护棒 猛一挥棒 当头一棒 服软求饶 上天救援 痛击队友 这还用说 直接给他当头一棒 选错了 那就是上天救援 选错了 不是 这两个都不对 这总不能是服软求饶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大声可不是服软的 那就只能是痛击队友 你不要过来啊 一棒 敲在了八戒的猪头上 我的妈 原来是八戒的梦啊 策划 不得不说 你脑洞真的大